作为5G全球第一城呢 深圳刚刚完成了独立子网全覆盖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深圳率先进入5G时代 5G生活会给深圳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深圳5G基站已累计建成超过4.6万个 基站密度国内第一 5G技术全球领先 5G高速绿风只能相当于下载一部一小时的电影 只需要一秒钟 不小心点到下载视频 可能还来不及取消就已经下载完成了 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自动驾驶 是要求网络传输接近零时延才安全可靠 而5G网络端到端的零响时延低于一毫秒 能满足工业互联网和自动驾驶的需求 5G可以达到100万连接每平方公里的连接密度 深圳目前5G基站 很大一部分都要装在灯杆和电杆上 实现5G独立组网后呢 将是井盖智慧灯杆建立起来 把它纳入到5G的应用上面 井盖松了下水道不畅 或者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它不能够智能地管理起来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5G独立组网全覆盖以后 比亚迪腾讯华为这些大型企业 又将面临着一场较大的市场机遇 深圳率先进入5G时代 你们准备好了吗